雕山銀社 我先把雕山銀社介紹 待會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雕山銀社 它每三個月 現在比較少 現在稍微有間隔 以前是每三個月 會固練作師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些都是雕山銀社的社員 可能每年四個人一組 就是一年十二個月 我們把它分為三、四組 就是四組 你們就要負責 比如說既然你們就要負責 那你們就要負責出題 出題 所以我們可以說求物、秋雲 對不對 這樣你們就可以 你們就要發出來通知 你們求物 你們要做什麼運 一東運、二東、一東、二東 三、三、四、七、五、七、五、八、十 就很多的運 你們就要選一個運 然後要發通知給所有的人 秋語、七律 要做七律的詩 一句話是八個字 七律 就要七、八、五十六 五十六五字就是八句 八句 就是七律 七律 那就是發給大家 十一月一號 截止 十一月一號 你們就要把這個詩交過來 那以前沒有 我那時候沒有比較 不用電腦打的字 因為電腦打的字 我只有人家交來的那個古字 就是很難去想做這種面 所以以前我們都用抄的 用副鞋子抄 副鞋子上兩張 那是抄三張 是自寫的 聽說總結是抄 就是說啊 檢秀嚴上面就編一個一號 檢秀嚴 就寫一個一號而已 不能寫檢秀嚴 比如你交來的打 我們交來的打有一百份 我們交來一百份 從一編到一百號 就像我們去考試一樣 不能夠寫名字 演稿可以 那我就演稿一號 我就再跟一號 插什麼叫什麼 二號什麼 插好급 插好之後我要撕下來 撕下來你只看到號碼 沒有看到名字對不對 其實我們就可能 聘一個路感的老先生 請他來停撃 這個叫做遲Tim 做遲 我們小朋友造遲造句有沒有 遲中 我可能請花蓮的老師 你也做一個遲中 就是左遲中 右遲中 就請他們評審 他們評審了以後就會在上面寫著 狀元、狼元、炭花 然後就再來第四、第五、第六 他們就會寫出來 這邊也會寫出來 寫來我這裡的時候 我們這一組 我們這裡的工作 我就要從頭分 然後去對名點 1號 1號是檢測員 2號是名 姐姐就去對號 那你就要弄一個單 就把它斷出來